大家下午好 我们就准点开始今天的和讯学院课程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节课程 市场也比较给力 给了一个开门红 对于开门红这个事情 早上你看过我的早评了 我昨天因为现在公众号停了 基本上至少短期不打算写 一个是比较耽误时间 第二个也是 怎么说就是因为写公众号 它得有团队有些费用的发生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本身互联网这个东西就这样 就是白嫖的人比较多 对吧 但是很多人没想过写公众号时间很辛苦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本身也不接什么广告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收支是很难平衡的 所以就暂时也不想写了 我的观点反正就是会发在这个核讯的平台上 对吧 那有两个地方就可以看 一个是相对更私密的这个掌地板教室 一个就是公众的地方 公众的地方往往就会写的比较简单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私密的地方呢 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这个更清晰的观点 然后这个 昨天的这个文章里面呢 我特意没有去 因为现在抄的人太多了 所以应该这么说吧 其实就是你们去看看昨天的各大的这种熟的大咖 对吧 各种做直播的 做这个什么写写文章的 对吧 有几个人写开门红的 你们自己去看吧 没有的对吧 那所以我 我昨天因为是没有 没有写是 这个就 因为想着今天早上会写的吧 对吧 因为我个人的判断就是 周末的这个 消息面上因为喜悠参半嘛 所以今天指数层面上 我觉得早上北向会砸盘 所以指数肯定是低开往下探的 低开探了以后会有个叫说低开下探的回升 对吧 当然至于回升的力度 我早上也写了 取决于成交量 那今天的成交量超过了7000亿嘛 那就回升的力度肯定是够的 然后今天整体的一天的成交量是7800多亿 加点700 7900亿了 那这个肯定是 一个是他能够有利于各股的铺障嘛 因为今天大凡是分时 黄线在上白线在下 有利于各股的铺障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成交量够了 所以呢 对指数来讲就是先以后扬的回升 然后今天时候开门红 当然 我的语音早上9点 早上那个10点半不到 对吧 就说了今天就是开门红 大家不用担心了 就指数肯定开门红 科长班领长 然后那个 看不到的看早评也是一样的 也说了这个节奏 但如果你已经 我已经跟你说了节奏了 就先以后扬了 你就知道了 反正今天早上 很多时候都是都是买点嘛 对吧 都是很好的买点 然后聪明的人们 这个601136对吧 我说了嘛 因为昨天不是有华太吗 华太那个 这个配股融资嘛 那市场肯定是把它当做一个利空的嘛 反正就给大家看一下嘛 这个 这个这个板块指数对吧 券商嘛 券商肯定是个利空嘛 华太肯定是个利空对吧 跌跌跌跌个百分之八点 六点几 然后首创嘛 那这个是个容量票 周五是涨停的 对吧 然后 周四的时候也写了 专门说了 这个股票是容量票 然后会有资金去做的 那么周五是涨停 今天正好是借着这个大盘 借着宣传板块有利空 然后往下砸对吧 那我早上也说了 对于容量票来讲 那么 就是去低息吧 低息肯定是有差价的 那如果你早上低息的话 你就自己看 对吧 差价是非常好的 然后哪怕你当天扔掉 底仓留着 随便做 随便做都能赚钱 所以这些东西呢 反正就是都是送分题 就 嗯 因为我不可能在工作场合去写代码 对吧 那我已经说了容量票 那么你上课的人 听过课的人都知道了 就不用不用我再讲了 对吧 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类的其实随便做 随便做都能赚钱 那么券商也是一样 反正券商呢 手创肯定是落不过的 这个手创证券肯定是落不过的一个标 对吧 这个标的呢 反正在大盘没有最后确认又撑 这个调整完毕之前呢 就是随便做差价 随便做差价 然后等到等到可能大盘间底了 全商板块整理起来了 他应该还会有涨定板 还会有涨定板 所以就就你实在不会做嘛 反正就是高高低系玩玩就行 对吧 就别把底仓扔掉就好 应该应该没什么问题 然后 板块这块呢 我昨天也说了 我认为四个人都知道的消费 你们去看啊 现在所有的主播都是 哎呀 明年的主线就是消费 我跟你说不是的 对吧 什么原因不是的 昨天都写得很清楚 现在四个人都在讲消费 然后 这个 一次性的预期 其实消费已经透支了 包括之前跟大家讲了旅游园 对吧 我们讲了旅游园 我们说已经 已经差不多了呀 该有的预期都有了 然后就打到去年 这个今年 这个以前是讲去年 都打到去年高点了呀 短期肯定是 人家做资金兑现的 对吧 然后酒店板块也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去看就知道了 对吧 放了那么大的料 然后呢 还有一帮人在那里吹 天天帮人吹 这种呢 反正就是博眼球 还有呢 很多不懂的嘛 很多人都不懂 然后一直讲 哎呀 消费消费 其实扩内需 消费只是扩内需的 一个部分 那我跟大家讲讲啊 那我现在问你 国家提倡消费 你会去消费吗 你口袋的钱都没有 消费什么了 消费 那你什么时候会消费呢 是你觉得我赚的钱 足够多的时候 你会消费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觉得我用完了 还会有更多的钱来 那你当然愿意 花更多的钱去消费 对吧 不然的话 你再想 我明天的这个工作 还不知道是不是 单位会降薪 我明天工作 是不是保得住 保不住 你敢提前消费吗 对吧 如果说你觉得 我今年 我说去年赚钱比较难 你觉得今年可能赚钱 也不容易 甚至也相对比较难 那你敢提前消费吗 对吧 所以虽然国家提倡消费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而且很多人都博弈嘛 博弈这个 发消费券嘛 对吧 什么 怎么说吧 就是你以为国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对吧 说发多少消费钱 就发多少消费钱 不可能的 所以当这些东西 其实预期落空 然后就是提前炒了 对吧 所以你就一定要小心 就是我说了 四个人都在讲 哎呀 明年就消费 其实这些人 现在有很多 因为自媒体比较发达 大家操来操去操 很多人其实没有基本功 就是什么意思 他的基本面不了解 他认为扩内需就是消费 其实不是的 消费只是扩内需的一部分 关键还是消费 你消费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大家要觉得经济确实是在复苏的时候 你才能有消费的欲望 或者你消费的冲动 所以从现在来讲 消费只是说 大家因为临近过年了嘛 所以消费炒一波本身没问题 但你要知道这个大的逻辑 并不是明年的真正的主线 并不是消费 明年的主线是扩内需 这个没错 都要搞经济 扩内需没错 但是扩内需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才是消费 那我举个例子 高端制造来升级 是不是扩内需啊 对吧 安全可控是不是扩内需啊 是吧 国产体制度是不是扩内需 这些都是扩内需啊 是吧 这些全部都是扩内需 那你为什么说 最要说是一定就是 消费就是扩内需啊 就是我多出去吃几顿饭 就是扩内需呢 他你出去旅个油 你吃几顿饭 对吧 买点衣服逛逛商场 这是对经济有帮助的 对经济修复是有帮助 但他不是全部 那么既然这个不是全部 那你炒一炒 就是把预期给炒 炒了嘛 对吧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酿九万块也是调的 对吧 能够食品板块也是大部分是调的 大部分都是调的 虽然也有涨停的 对吧 但是整个板块就调整了 对吧 所以那就是也就意味着食品板块 也是因为短期涨得多了 当然 作为食品饮料板块 包括酿九万块 我认为也没做完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他调一调还会有反复的 毕竟呢 我说了嘛 消费跟消费吧 我们先说消费 消费板块呢 基本上就会可以反反复复的搞到过年前吧 搞到过年前 因为毕竟后面是有个春节的这个预期在 对吧 那么还有两个星期嘛 就这两个 算上 不算本周还有两个星期 对吧 就是算上本周还有两个多星期 那这个时间呢反正还能 还能 就是跌了还能去做做 就这么回事 然后高标呢 稍微小心点 因为高标容易监管吧 对吧 像这个 这两个已经给监管死了嘛 有时间对吧 现隐私 一个是今天跌停的这个 先旅游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停牌的那个叫什么 全聚的 全聚的对吧 压制停牌了嘛 被关进去了 这个就是告诉你 就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 潮得太高 这个东西呢 容易监管 对吧 一个是容易监管 然后另外呢 就是那个抱团 炒 后面有可能也会封账号啊 等等这些事情 对吧 那就不要麻烦 所以资金还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 那个叫什么 2719的 Matchel 对吧 2719的Matchel 今天也没有 敢硬顶 没硬顶 那么市场呢 就是去做了这个 黑芝麻 黑芝麻是个装股 黑芝麻的这个就是卡位 往上顶了 然后呢 这个还行 能能乐 这个尾盘也上停了 就拉一下尾盘 但能能乐也是一样的 你再往上弄 可能也会面临着 这个就是监管 对吧 所以呢 做这种高标的 现在要收一下新点 做高标的收一下新点 就是包括今天贵发奖 也没顶上去 对吧 贵发奖也顶上去 容易 因为你短期顶得太厉害 容易被砸 因为贵发奖本身是个 补涨股 它不是一个什么 绝对的高标龙头 对吧 所以 那个 像能乐 本来是做的二波 但是呢 跟能 带能乐上来的那个 中心上 今年跌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所以呢 有些 有些个股 它本身不是一个 就是 它可能是个 补涨的龙头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 升位的龙头 的这种票呢 就是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所以尽量去找一些 位置比较低的 对吧 起来的 那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从 板块之间的切换来讲 所以板块切换呢 今天是 这个旅游酒店啊 对吧 视频 这些东西调整了 保险 券章 包括银行 对吧 这就是 这个 可能有一些 北向资金砸盘的原因吧 早上 对吧 相对比较 表现的比较弱 北向资金砸盘呢 为什么 我说北向 今天早上会砸盘 这些东西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 周末有些利空 对吧 一个主要是蓝色外围的 一个是老虎证券 对吧 一个是富途 就是 不能再开户了 说句实在话嘛 就是 你就不能 拿钱去炒美股了 对吧 这个途径给你封了 那么 肯定对中概股端 其实是一个偏利空的 所以 一般来讲 今天 北向资金的反应 就会比较快 对吧 所以周末 北向资金可能会砸 然后呢 也有些 其他的 情况 包括这个 新冠的 新的病毒的 在上海的发 发现 对吧 然后可能 还有一些 地缘政治的情况 在周末 其实我们 我们也看到了 对吧 那么 这些呢 可能是外部的 原因多一点 那 早上肯定会影响到 我们的开盘嘛 所以就是一个 低开 然后 回踩 回踩以后 再震荡的回升 那 早上主要就是 跌的都是一些 权重的频 然后市场情绪比较好 又增量进来 慢慢慢慢 就是收回来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上周日书的分史图 就比较明确 对吧 好 递开 然后往下查 查完以后就慢慢慢慢回上来 那么 包括最弱的创业版 因为创业版到上的时候 像赢得这些 早上的时候还是跌的比较多的 赢得最多的时候 跌了蛮大的连接 对吧 这里 然后慢慢慢慢到下午的时候 就跌了一个点都不到了 所以呢 实际上呢 也是加分项嘛 算是对创业版的这种加分项 所以虽然今天创业版的这个涨幅是最小的 那不管怎么样 因为整个盘面相对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 个股 非常的好 一个普涨 4200多加股 先三百加吧 上涨 那今天算是一个铺涨 那铺涨完了以后呢 我说一下明天啊 明天就是正常来讲就是一个分化 为什么说分化 然后我们一步过来 先从指数上来 指数呢 大家记得 指数 大家记得 看一下周线 那么压力就是在周线的压力 就是还有10个点的压力 在五周均线 3126点这个位置 对吧 五周均线 有可能冲一冲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呢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今天开门红已经好了 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个交易 形成了开门红 那就预示着今年 肯定比明年好 今年肯定比去年好 对吧 今年肯定比去年好 红红火火的这个开盘 本身预示着 今年A股的机会要比明年多 比去年多 我老说明年 就今年要比去年多 然后这个 今年大家好好做 今年大家好好做 我觉得今年 最起码吧 去年的这个亏损拉回来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还是 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 对吧 当然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今年来讲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个 所谓的叫做全面性的牛市 更多的可能还是结构性的牛市 然后呢 我们要尊重市场 尊重市场 因为昨天只好有个饭区 也跟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 全面的朋友 大家交流一下 对吧 那么大家都是做总结 因为在 在整个今年 目前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去两年吧 就是去年跟前年 其实都是基金的小年 因为基金来讲 这不是去年吧 对吧 基金其实 做的好的很少 然后 我自己一个朋友 买了雪球的产品 我不是喷雪球 但是 我只是14球市场 买了雪球的产品 亏了21% 还指 这是指数啊 指数的 对吧 而且这种产品 都是大额 大金额买的 就是200万起买 他买了两份 400万 对吧 亏了21% 大家就可以 能算得出来 这20%还不算手续费 对吧 还不算这个管理费 所以基本上 就 很惨 很惨 然后现在就变成 赎回来也不是 不赎回来也不是 对吧 所以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 就是止水性的产品 都跌成这个样子 跟不要说管理性的产品 对吧 都是比较惨 那么 由于 去年也是基金的小年 那今年 即使各方面 都有一些复苏的话 那 如果今年不能够 有更多的增量进来 所得更多的增量 就是有更多的人 愿意去买基金 对吧 但是大家也知道 人们都是这样的 人们不会因为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我们买房子也是一样 因为房子涨了 我们才更愿意 去买房子 对吧 房子跌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人买的 那同样也是一样 基金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呢 或者说基金 你本身 这个 相对比较惨淡的时候呢 反而观望的人 比较多 不肯买 或者你本身就有基金被掏了 你更不会再加仓了 对吧 不会更去买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今年公务这块 可能没有太多的增量 如果公务这块 没有什么太好的增量的话呢 就 市场可能还是更多的 结构性的行情 所以结构性的行情 有一个 的因素 就是我们要尊重市场跟随主线 这个话呢 听起来可能是 比较简单 对吧 或者说 好像你讲的有 有大道理的这种协议 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不管是谁 对吧 因为可能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大家已经习惯了所谓的价值投资 哎呀 茅台啊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嗯 嗯 然后呢 也习惯了说 哎呀 嗯 我们最好是买个股票 躺赢 跟着机构的思路 基本面为主 等等 对吧 就是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东西 实际上市场是变化的 这话是来自于什么 你想躺赢 跟着机构 这个机构团 需要一个大 特定的环境 这个特定环境就是断要有增量 那我们先不说都要有增量吧 我给一个定性 好吧 我给一个定性 就是你能看到每天的成交量 在一万亿以上 那么这一万亿以上的成交量 就注定了一定是机构主导市场 就机构的资金主导市场 也就机构玩什么 你去玩什么 或者说机构推的某一条主线 那你就待在里面 蹲在里面 或者待在里面 就就别动也行 对吧 但如果成交量 一直维持在一万亿以下 或者大部分时间维持在一万亿以下 那实际上就是存量博弈 那存量博弈 你要做的就跟随市场的主线去做 哪怕这个主线只有一个月 或者说每一两个月换一次主线 你也得这么干 如果你不这么干 你是拿不到超额收益的同时 还有可能跑出市场的 因为你待在那个地方 就有可能坐电梯 坐完电梯不算 可能会出现亏损 这个是跟市场的环境有关系的 因为你想赚钱的话就OK 你只能这么干 对吧 像这个去年就是这样的 对吧 十月份的时候你去做新创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你就必须做医药 做消费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五六月份反弹的时候 你要在新能源赛道里面待着 对吧 这个二三月份的时候 可能你要去做做地产 旅游这些东西 或者基建 对吧 基建旅游这些东西 只能是这样 如果你踏错了 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你的节奏踏错了 或者说你本身市场在涨什么 你不去做 那么你就会面临巨大的亏损 对吧 那这个是指红市的环境 如果在你 在结构性 相对结构性 牛市环境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市场有主线 你不去做 然后呢 就会造成你买的股票不怎么涨 对吧 他可能也不跌 就不怎么涨 但别人的股票在那里涨 因为别人的股票在主线上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我们先去 我们先不去预判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跟大家讲了 在万一成交量之下 你要做的事情 就紧紧的跟随市场主线 哪怕他只有一个月的寿命 你也得这么干 你想做 就是要跟着主线做 对吧 除非主线出现变化 下一个月 比如说 过完年以后主线有变化了 那就再换 只能是这样 没有其他办法 不然的话 你就得输钱 因为现在的市场 5000多家公司 一定是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上市公司多 钱少 那上市公司 加速多 市场上的钱少 所谓的钱少 就是存量 对吧 如果钱少 还要加上IPO 那么有限的资金 他只能集中活力 在一些 这个主线的板块里面去做 所以所谓的主线板块 就是 你不用去自己 别出心裁的去想 哎呀 这个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你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永远是钱 而钱背后的人都比我们聪明 听明白了吧 就这些大资金都比我们聪明 要消息他的消息比我们资钱 要资金 有资金 对吧 要 你说这些人看不懂技术 什么 什么都比我们强 什么都比我们强 所以钱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不要自己别出心裁 你只有跟随大资金 你才有可能赚到钱 如果你不跟聪明的人在一起 所谓的聪明的人 在股市里面就是聪明的资金 对吧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信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把他当作聪明的资金 如果你跟着聪明的资金 你就不那么笨 反过来 你非要自己搞一套 那聪明的资金就会抛弃你 你能想象的结果 就是为别人买贷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经验 要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开市的第一天 对吧 然后我们的第一节课 我希望就是把这种 昨天我们饭局 大家这个就是 不管是做总结也好 对吧 还是分享一些经验也好 主要的一些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对吧 这可能是你以后 在市场上生存 做交易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很多都是老学员了 对吧 人的认知可能有先后 也有这个高低 但是他是你要培养出自己这种习惯 就交易的习惯 那每一次做交易的时候 就每一次你做交易的时候 你要买入什么股票 或者怎么样 你就问一下自己 你买的这个标的 你买的这个方向 是不是逐线方向 你每一次都要问自己 你在下单的时候 你每一次要问自己 是不是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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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就放弃 如果不是就放弃 因为你必须要在大概率里面 找到大概率 因为你买对逐线 即使买错股票都不见得输 反过来 你买错了逐线 即使买对股票都有可能亏钱 所以你反复强调 每一次交易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是不是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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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明白了吗 如果不是就放弃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只有在逐线里面 才能比别人赚得多 对吧 你只有在逐线里面 你才能够什么 亏得比别人少 没有更牵强的这些理由 来跟你解释 对吧 所以你如果能够把这些 牢牢的记住 那我觉得对你的 未来的交易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没有 因为在这个 因为在这个 就是市场当中 能判断 就能提前预判 某一个板块会起来 或怎么样 去提前做潜伏的人 少之又少 我也 包括我在内 我都不具备 这个完全的能力 对吧 那怎么办 所以我采取的方式 也是什么 我会主观判断 但需要市场来做验证 对吧 昨天我分享的原话是什么 就跟大家讲讲 正好 不是大家很看好消费吗 我就 我不是不看好消费 但我认为明年 今年的主线不是消费 今年的主线 就是数字经济家 跟大家讲一下 十年前的2013年 我们把创业版给大家看一下 十年前的2013年 创业版开启它的牛市征途 整个创业版的牛市 从585点涨到4037点 在这当 就是创业版涨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一条绝对的主线 那条主线叫什么 叫互联网家 对吧 是不是 那昨天因为小范围 我已经分享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上大课嘛 对吧 我再讲一遍 就是互联网家 所以互联网家贯穿了整个创业版的牛市 等到互联网家这个东西没了 对吧 因为后来不是这种这个什么小袋公司 这些其实当时都是互联网家嘛 对吧 出事了也就没了 所以呢 整个创业版的牛市就结束了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进入到2023年 真的是十年谈指如烟吗 那么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科创版 科创版的牛市开始了 科创版的牛市开始了 日线大家也知道 其实当时我就画了这根线 都一直在这里 对吧 我调整的时间已经够了 因为正好调整也是三十多天嘛 对吧 他这个上播的调整也是三十多天 这次也三十多天 所以我说最重要的事实就是 这个 这个这个 看科创版的第一天 对吧 就是我说了元旦回来的第一天 能不能向上突破 虽然今天成交量还有点瑕疵啊 但我觉得因为他相比较周五的成交量 就是上周五的成交量 对吧 相比较上周五的三百三十亿的成交量 那已经是这个 有很大的这个释放了 对吧 就基本上要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了 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了 所以呢 这个成交量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成交量 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并不差 所以呢 希望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就后面能够再能见到 五百五十亿以上的成交量 那就基本上就闹听了 那我主观 现在我主观判断 对吧 我认为科创板其实就是三个高点嘛 三个低点嘛 八百八十五点 这里是八百七十一点 对吧 然后这里是 九百一十五点 这三个低点就一个低点比一个低点高嘛 就抬高了嘛 对吧 然后科创板呢 也不如使命 也不如使命 因为我当时说过的 科创板是先调整会 先起来 然后时间就是在原单号 那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错 目前来讲没有任何错 昨天也专门写了 对吧 就明天就是看科创板 然后呢 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 方向 对吧 我们科创也说了 科创板的方向就是 软件可能会比硬件会更快起来 硬件可能要到 硬件不是不起来 也会涨 像今天芯片 什么的 这个半导地芯片什么 后面也涨了 对吧 但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硬件可能在下半年会比 这个上半年更好一点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好一点 那么 我们讲回原来的 那么科创板现在进入到牛市的第一阶段了 对吧 牛市第一阶段 科创板 十年后的科创板 他也会有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的名字叫数字经济家 数字经济家 十年前的主线叫互联网家 十年后的科创板叫数字经济家 数字经济家实际上比互联网家 它的应用范围更广 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做生意的 那他做的什么生意呢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跟美国做生意 说白了做什么生意呢 就北美地区他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家居 家居嘛 就是做那种 就是定制的一些家居 对吧 最近他在招人 招的都是什么 做IT的人士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工厂 打造成数字化的工厂 精准定位 有效的寻找他的客户 那么这些都是要数字化 对吧 所有的数字化 有数据来支撑 比如说你的这个家居 有多少的高端家居定制 对吧 大概北美人喜欢什么样的款式 或者是什么样的 对吧 他的这个周期是什么样等等 这些全部要定性定量 然后呢 他能够增加这个 有效提高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 降低成本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就招了好多的这个 IT的团队来帮他打造 这套数字化的工厂流程 所以原则上来讲 数 就是数字经济家这一块 他的那个家嘛 所谓的家 家 后面就是 所涉及的行业 所涉及的门类 所有 所给予到的未来的想象空间会更大 所以当年的互联网家 对吧 最老的学员做过权通教育 对吧 当时 然后现在是数字经济家 所以数字经济家将成为今年 绝对的市场主线 我认为就是市场绝对的主线 所以很多东西后面都会赋予加号 就那个数字经济家 因为他能加好多东西 对吧 数字经济不光是软件 他可能在高端制造上 对吧 对一些这个应用上 都是加好 比如说未来的智能汽车 对吧 智能机能的下半场嘛 就是新年汽车上半场是电动化 下半场是智能化 所以智能化其实就是需要用到数据 包括无人驾驶这些都是需要数据的 那么他们也属于数字经济家的范畴 所以这个范畴是很大的 所以科创版的整轮的牛市 我觉得也不说整轮吧 我觉得今年科创版的牛市第一阶段 肯定是由数字经济家来做一个重要的引领 那么后面大家会看得到 整个数字经济会不断不断的扩散 不断不断的扩散 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就是美好的前景吧 那我们回到盘面 今天领涨的全是跟数字有关系的 对吧 第一个就是数字确权 数字确权在节前其实就已经涨了 对吧 然后今天出现了两个二十厘米 一个是易华路 一个是加化科技 那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呢 加化科技将成为二十厘米的龙头 就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如果你喜欢二十厘米的 那就这个股票要重点关注 这是二十厘米的 然后什么人民网啊 深山达 这些老品种了 对吧 那么绝对的身为龙头 安妮股份 安妮股份我已经点了一嘴了 对吧 这个星期四的时候 对吧 我们这个学员都看到了 就我就写了 这个有辨识度最高的 就是安妮股份 那么新 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就给了你一个买点 今天就直接一字版了 那么他已经是四版了 四版了 基本上就确定了 他的这个身为龙头 就四年版 身为龙头 那么正常情况下 安妮明天还是一字版 明天应该还是要开一字版 因为如果安妮明天 都不能够再涨定的话 强失涨定的话 那其他的后面的怎么弄 对吧 他肯定要有着领头一样的风范 所以安妮就是 也有好几位学员 拿到了安妮的掌停板 对吧 而且今天那个掌停板是最轻松的 因为你周五买了 今天就直接躺在里面 所以安妮肯定是一个高标的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大家关注这个高标 风向标的这个品种 对吧 好 然后呢就是国智云啊 这些东西 不多样了 对吧 像美丽云啊今天也掌停了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数据杠 之类的 对吧 然后呢 市场的这个 高度龙头 就是英飞托 英飞托呢 还有新潮的概念 所以那今天 安妮一致板 英飞托 早上上板 那就后面都沸腾了 接下来就是 皮里巴 只要跟数字经济软件相关的 都涨了 不愧就涨多涨少 然后数字证物 对吧 数字证物 我们这些都是吧 都该涨的都涨 这个 价格比较便宜的就是 三大地位 价格比较便宜 只有十几块钱 市值也比较小 并不大 然后 新创 新创呢 从指数上面上来讲 应该是 这是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的调整 就是ABC的调整 调完了 那现在是新的一波起来了 新的一波起来 这个呢 反正你之前就会给人画过了 现在就是要走新的一波了 要走新的一波了 大概再画一下 这是新创 对吧 那么 新创反正龙头也会换 会有不同的龙头来 反正像老的嘛 这种老的就是那种 海量数据 对吧 中国软件啊 这些都会涨 然后那个 比较新的呢 就是三连版的九七 九七软件 这就是比较新的 新创里面 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升上达也是的 升上达也是一个中军票 也是个中军票 那么 基本都是 这一类的 然后后面的 有的位置比较低的 后面我相信也会涨 不是也会涨 也会 轮流切换做 就是日内的一些龙头 对吧 其他就不多说了 丙计算之类的 对吧 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信息安全 讲一下 信息安全像什么 前信之类的 对吧 其实 看一下吧 其实都已经开始走好了 因为他这一段上来 已经走好了 电定技术 那前信一般他的业绩 都是会在最后一个月 就四季度 对吧 今年呢 反正大家期待 说有可能期待 就是说 前行今年有可能会 牛亏为营 所以从最近的走势来讲 还行 那么 那信息安全这块呢 其实前涉到的 更多的 对吧 更多的就是 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安全可控这个方向 安全可控这个方向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个大的背景 基本都会都会涨 都会涨 有数字货币 对吧 这都是一起的 这个东书洗顺 反正就是 都是多重概念 都是叠加的 实际上就数据中心 这个大数据 都是属于软件板块 无非就是那个 那么大数据 这个 就是大数据这一块 就是 龙头就是 中科江南 中科江南 已经等于说是 这是它的第一波上涨 这已经打成第二波了 因为这个股票是 创业办理的 好吧 然后 市场潮的那个 也有潮的这个成分 也有很多的是 来自于这个年报 今天它的年报比较好 年报行情呢 已经拉开了序幕 对吧 第一个叫金山江 金山江 对吧 金山江 今天也拉了个20% 大家给看一下 对吧 所以这年报 年报的行情 那年报呢 可以做前赋 也可以做后手 然后确定性的 业绩比较好的 对吧 然后你可以做后手的 这种 净利润断层的方法 这个呢 以前都教过了 就我都不再 重复去讲了 然后重点 说一下 反正 今天的这个情况 就是实际上今天 我们这么看吧 今天实际上市场 最强的 对吧 就是软件服务 也就是实际上 我们讲的数字经济 那我们来看一下 软件服务板块 软件服务板块 今天的成交量 是500多亿 相比较 它的200多亿的成交量 对吧 283亿的这个 就是周五的成交量 那就今天的成交量 基本上快翻了一倍了 一倍不到一点 对吧 这很明显了 短期的资金 就在软件服务里面了 软件服务里面 就分了很多吧 就是数字经济的很多 数据血泉 信仓啊 对吧 然后什么数据安全 这个信息安全 对吧 什么云计生 这个数据中心 东书计生 等等反正这些东西 对吧 很多政务云 大家知道 就是他们统称为 数字经济的方向 那么就今天 增量来自最多的地方 就前往最多的地方去的 就是数字经济 那就很清楚的一点了 数字经济 就不是短命行情 对吧 虽然我自己判断是 这个数字经济价就全年了 绝对主线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现在的这个 这个我们就拿短期来讲吧 就算拿到那个过年前吧 这个软件服务板块 或者说我们就统称 数字经济板块吧 也是不会是一日游行情 对吧 不是短命行情 那么也就什么呢 任何的回调 接下来任何的回产 都是你上车的机会 重点的重点 就是能上龙头 尽量上龙头 那有人问 那什么是龙头啊 对吧 你把软件里面的股票 全部拉出来看 对吧 找到近三日涨幅 最靠前的 就是龙头 好吧 三日涨幅里面 最靠前的 就像板块一样的 三日涨幅板块 你拉一下 你就发现了 变成了软件了 对吧 因为它拆了 涨幅最大呀 三日涨幅最大的 就是四软件 那你就不要考虑了 对吧 这方法都交给大家了 然后呢 你再去拉 这个 我们尽量 做 然后把这个股票 选出来了 选前二十名 选出来以后 看一下趋势 对吧 如果三天的涨幅板 前二十名选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趋势 看一下 然后你接下来的 目标就是 低息也是吸他们 低息也是吸他们 当然后排的 有一些不涨的 他肯定也会 也会涨啊 比如你手里本身就有的 后排不涨的 涨的不多的 那也可以考虑 做做差价 对吧 没有的 那就考虑前二十名的 那么前二十名的 基本都是龙头 那也就是说 一个板块 你一定要有龙头 对吧 这位龙头 你估计是买不到的 对吧 然后大龙头呢 就是那个高度龙头 就应非托 应非托呢 很多人也不敢做博弈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 短期涨幅还可以 位置呢 并不高 这类的也是可以 包括说了 二十厘米的加华 科技啊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位置比较低的 三大地位啊 这些 那么像这种也行 也行 创新系这种也行 但是就是 位置感受会差异 感觉上就位置感受会差异 对吧 所以这些呢 反正 尽量找 有辨识度的 就是位置不是很高的 那价格啊 盘子啊 各方面都比较适中的 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就OK了 然后讲一下吧 讲一下中科云 望一望之前是跟那个 跟那个那个叫什么 呃 并驾齐虚的吗 跟这个安妮是并驾齐虚的 那今天是一根高开 对吧 高开下扎的阴线 那么明天观察这个股票 因为这个股票的嗯这个这个题材比较多啊 他有那个游戏的题材 有数字经济的题材 还有什么题材 还有储能的题材 还有储能的题材 所以这个这个股票呃具备了很多的题材 对吧 甚至于连这个这个春节的这个餐饮的题材也有啊 那么明天我们要看什么呢 重点关注东科云网的落转强啊落转强 什么叫落转强就是照规矩说明天应该大幅抵开的 对吧 明天应该是大幅抵开的 甚至直接跳空把这个缺口补掉 但反过来如果明天没有大幅抵开 甚至高开的一点一个点两个点的那就有落转强的希望啊 所以明天中科云网大家关注一下落转强好吧 这个是呃给大家一个比较 因为我觉得他既然顶了三个掌停满上来嘛 应该也不会马上死 不然他为什么顶三个掌停满出来了 他原来的身位是跟安妮一样的 对吧 所以不会轻易的就这样结束了 好吧 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明天不是有个颅异涨 对吧 当然他跟颅异不一样啊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说的有点像这一段啊 比如这段颅异也跌的 对吧 但搞搞又上去了 搞搞又上去了 也就是说市场环境好的话 这种股票都不一定马上死 就这一段 不是这一段 不是这一段 是这一段啊 他都还能够往上啊 还能够往上 所以这是明天打盘的那个 啊 综合员云网的这个方向 对吧 之前我们在前一节课的时候 专门讲的三五互联 大家可以看 当时在这个地方讲的 星期几 星期 星期二讲的 对吧 星期二讲的三五互联嘛 当时讲的 这个是一个新贵 啊 因为什么叫新贵 因为三五互联原来是互联网公司 对吧 现在他去做电池了 这个新技术了 对吧 那么 呃 这就是跨界了嘛 等于是跨界了 那么跨界了以后 挑了两天 你看 星期会有10% 今天有10%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他因为本身位置比较低 市值比较低 啊 就容易走成趋势 对吧 这个我们课程上 都跟他讲过了 你仔细听 我每一堂课 其实会点一两个票的 对吧 点完以后 你们自己去看 表现就行 那么 呃 其他的我觉得 今天没有什么 更多的亮点 然后补涨的 就是航天军工 航天军工 我觉得现在外部有点事情 对吧 有点事情 就是那个 原来的塞维亚 对吧 跟那个 还是有点 有点 有点冲突 然后 俄乌这块呢 现在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 国防军工这块呢 包括台海那边 也有点那个 是吧 就是 韩美好像军演 对吧 所以 本身 他的位置 也比较低 所以 国防军工板块呢 具备不涨的潜力 然后呢 半导体 半导体 说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今天是个 属于 软件上来 因为是科技 这一块 对吧 所以呢 也是 这个 涨了 但是 短期的风口 肯定不在半导体 一定是在 这个软件服务 那么 我说一下 半导体软件服务的关系 一个是主角关系 一个是配角关系 这两个呢 反正也不太会 就是不会走完全的反向 不会说 哎呀 软件大涨 半导体大跌 这不会的 基本上是同向的 不会就是谁涨多一点 谁涨少一点 所以 我不是说不看好半导体 我觉得半导体 从 时间上来讲 还没那么快 能够去 超越软件 这个呢 不管是位置 还是说调整的时间 包括行业来讲 还是 就行业的这个半导体 景气度的复苏 还是差一点时间 时间上不够 时间上不够 好吧 那么 再强调一下 反正就是 再说一下 数字经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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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三遍了 对吧 要身位有身位 要颜值有颜值 要资金有资金 要涨幅有涨幅 如果你还搞不清楚 你应该在哪里做 那我就没办法 好吧 还有个内容 今天还有个内容 想一下 医药 医药呢 是这样的 之前也有讲过 那个2003的 我说102月反弹的时候 医药往往还会有反弹 确实今天是医药反弹 但今天医药反弹 主要就是那个 止泻药 对吧 那个止泻药 在以前叫十米达 对吧 好像是叫十米达 所以 那我昨天晚上也写了 对吧 你们去可以去 可以去那个叫 南蛮教室看一下的 20厘米的 康之药业 签业药业 我都写进去了 然后这个也写进去了 对吧 医名药业也写进去了 双鹤药业也写进去了 方 方胜之药也写进去了 对吧 还有个什么 葵花药业都写进去了 总体应该还可以吧 反正在涨幅榜前列的 很多龙头 二十厘米的 十厘米的 我都帮大家写进去了 对吧 至于能不能买 怎么买 那我也只能是盘中看 为什么盘中看 以后反正教教大家 但凡你看到 比如像这种 直接一字版了 这十厘米的 直接一字版了 然后这个 想要走方胜 直接一字版了 那你就知道了 今天是很厉害的 那就能富弹大 那么你要想办法 就是混二十厘米的 二十厘米就两个 一个是康之 昨天写的 对吧 康之特别强 那么还有个就是千元 所以原则上 应该是千元买得到 那么也就是说 就那个猛托市场 就以前叫十米达 对吧 那么就是 你做好这个准备 就是一日游的准备 明天可能就是个冲高 没了 对吧 就大概这个情况 好吧 那么 不做也没问题 不做也没问题 因为现在市场的绝对主线 实在 数字经济 这块 消费这块 等他调一调 我觉得消费可能 明天可能是一个消费低息的机会 明天吧 可能明天 明天是一个低息的机会 那么 明天因为 肯定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这块 可能明天还是 后排可能分化 前排还要晋级的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明天消费这边可以去 做一些低息 然后到后天 有可能是 数字经济这块 会有第一次的分歧 然后 这个分期的资金 出来 有可能去消费这里 搞一搞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明天去低息消费 后天可能消费就能 有做逃利 有做逃利 好了 其他板块现在是看不多 看不清楚 像什么 今天有海风 海风也有利好 海风也利好 所以什么大金重工 这些长病了 这些 但我说一下新能源赛道 我不太看好 第一个我觉得 可能他们的机会 要到过年后 第二个 市场现在的成交量 也不能够支撑 新能源赛道 连续的往上攻 对吧 只是今天情绪比较好 就是有利好的 因为新能源赛道 海风有点利好 海上风也有点利好 今天涨一涨 也很正常 但我就不作为重点了 因为我觉得 像南网 它主要是 炒的就是 还是电力 就是绿电这一块 主要是考上利率电这一块 那么 有些东西 炒上来 对吧 像这种 本身炒上来反弹 我觉得都是减长的机会 都是减长的机会 那么 新能源赛道 我觉得不多 不多讲了 不多讲了 然后 今天走的比较弱的 主要是大金融 跟这个 绿油 那么大金融呢 券商板块呢 应该属于这种 短期的利空 就是滑碳的问题 砸一砸 后面应该会慢慢的修复吧 后面会慢慢的修复 然后保险呢 今天调整 主要可能还是受北向的影响吧 保险银行这两个板块 后面也会有修复 只是说 不会是明年的主线 不会是明年的主线 这是我认为应该不会看错的 明年的主线肯定不是金融 肯定不是金融 对吧 是什么我已经讲了 就就目前没有改变啊 如果有变化 或者说我觉得我看错了 我也会跟大家讲 现在我不认为我看错了 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提前说 对吧 就包括为什么看好数字经济家 我也提前这样的 那今天市场的走势就证明了 我的判断没错呀 那我就做跟随呀 我昨天的原话就是什么 我大胆预判 小心 这个就是求证 对吧 那不用求证了 今天市场已经给答案了呀 对吧 就像昨天没人看好这个开门红 昨天没人敢这么说嘛 对吧 我都是提前讲了呀 我的观点都可以提前讲 没问题 而且这个观点是没错的 包括科创版启动的那一天 就是今天 对吧 我也提前讲了 市场也给了正确的答案 所以我觉得 已经可以了 我也没看到 至少我在全网没看到 另外一个人跟我判断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因为我这些都是提前讲的 对吧 然后在今天再提前讲点东西 但是不保证对 大家反正做好这个准备 就我不保证对 但是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对吧 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讲主板嘛 剩主板 因为讲了就是周线嘛 五周军线嘛 就是五周军线的位置 我觉得有压力的 一下子上不去 或者冲一下 还要下来的 那么他们的这个 护身主板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啊 还没有那么快结束 也就是说 正常来讲 要进入到一月的中旬 才有可能有一个确认 另外呢 我觉得 类似消费一些龙头 什么茅台之类的 还要调 茅台的实际上 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上不去 应该还是要往下调一下 对吧 最后调整以后 主板才能见底 主板才能见底 然后昨天也说了 一月份吧 对吧 原则上我们看一下年线吧 年线啊 年线 那年线不是去年是阴线吗 对吧 今年肯定是修复之年 所以今年指数 我不是认为有什么大行情 修复之年 但修复之年 往往一月份有可能要出一个 因为他的这个这里是有下影线的 所以一月份正常来讲应该还是 这个这个影线 全年的低点啊 应该也是出在一月份 就是一月份这个地方还是有 有点影线的 所以说反弹完了以后还应该下 还有一笔下 那完了以后就OK了 完了以后就OK了 过年以后肯定很美好 对吧 然后说一下 这个科商板已经说过了 科商板没有了 科商板就开始了 行情开始了 然后 嗯 护生主板包括 刷一板指数 应该还差一个结构 还差一个下跌 确认结构 也会好的 那么他们的可能美好的时间 是在 是在过年后 好呢 讲一下大概的高点 就是这 比如说春季行情 大概的高点应该在四月份 有可能在四月的第三周 以后就四月 四月的月末时间点 就是第三周以后 有可能会见到一个短期的高点 那么这个短期的高点 是不是全年的高点呢 不是 答案不是 也就四月份的月末时间点过了 被压掉以后 调一调 这个调整可能两到三个星期吧 我估计最多两到三个星期 调一调的话呢 嗯 进入到 快的话 其实是就是五月的第二周 就应该重新开始 慢一点的话 可能因为这个不好说 我要看到时候 呃 就是日线的这个上涨的序列 跟时间 我再能做判断 就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高点可能会在四月份出现 四月的第三周 然后 接下来就是要调一波 调一波时间可长可短 那当然这个调可能 强势的调整 有可能就是回一回 就是走一个区间震荡 弱一点 它会只会回彩 但是反正 大家还做好这个准备吧 调整 调整三到四周 对吧 最多了 做好这个准备 然后接下来调完以后 还会涨 调完以后还会涨 那么调完以后怎么涨呢 所以在 四月份的调整过程当中 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 要减点仓 然后等它调个三十周的时候 再把仓位加回去 当然有的股票 我就不能保证 因为每个股票不一样 对吧 就不一定保证说 你能够更低的位置加回去 接下来的上涨 大概涨到三季度 大概能涨到三季度 为什么我说涨到三季度呢 有可能三季度 就是今年全年的最高点 理由 说一下理由 因为到了三季度 美联储的加息就结束了 整个美联储不是 今年的这个加息吗 对吧 一般就 大概预测就到三 到六月份嘛 就上半年就结束了 上半年结束了以后呢 它进入到三季度以后 有可能 美联储的加息就停了 对吧 甚至于不排除说 又又开始要宽松货币了 对吧 因为随着可能 今年这个美联储 这个美国的经济 北美地区的经济的压力比较大 那有可能又变成了 这个 可能要 这个 就是释放流动性了 对吧 就这样 又要点放水了 如果大家看到了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 美联储有放水的预期了 那就是所有的利好兑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五月份到三季度的那波上涨当中 其实市场一定是包含了对美联储 加息到头 接下来要开始放水的这种预期了 如果真的 大家看到了这个预期 那么最多就最后冲一冲 冲一冲就结束了 那么也有可能 A股的高点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全年的高点 指数有可能全年的高点就出现在 这个三季度末到四季度 这是有可能的 就四季度的初 三季度末 但这个时间点确实很难把握 你得看 到时候得看美联储的这种 面的变化 对吧 但我认为 我先说吧 就大概的时间我先说一下 因为当一个是 再说一下 当四个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利好的时候 往往就是 指数的高点 或者高点的附近 就是要 这个利好 就是基本上兑现了 当人家都很激动的时候 哎呀 你看我终于这个美联储 开始要这个降息了 或者说 它开始要释放流动性 哎呀 是不是美好的日子又要来了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当时市场 是涨的还是跌的 是不是已经涨了很久了 是不是已经涨到相对高位了 对吧 是不是大家的情绪都很沸腾了 如果是 那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全年的高点 好吧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反正 今年一百多只股票涨停 其实没什么意思 往往 嗯 就是这种涂涨的这种情况 对吧 不可能连续都是 每天都是这样 对吧 一般涂涨完了以后就是分化 所以明天其实才是 真正能看清楚 谁强谁弱的时候 那么再次强调 跟着主线做 跟着主线里面最强的品种去做 对吧 第一次买不到 尽量做DC 对吧 分期的时候去买 反正就是这样 跟主线 跟随主线 买不到 就是你买不到它的启动键 你就买它的分期点 总会有一 一次 那就是总会能够让你有一次上车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 交键如果你这两个厂停板都没赶上 对吧 它给了你一次分期点 你后面上车还有一段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 就明确说的 对吧 看到没有 所以你还是做得到的 如果弹性票买不到 就去买容量票 什么叫容量票 我就不多讲 容量票就是大的资金能涨上去的 对吧 比如说容量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容量票 你把涨幅拉出来 涨幅以后 这个 这涨幅吧 对吧 这样 这样 你把总金额打出来 今天的这个成交总金额 对吧 从成交总金额里面去看 那比如说今天一个涨停板33亿的容量票 那顺便说一下中国联统涨停 中国联统是什么 这个它不是什么数字经济 错 这就是数字经济 为什么 电信这款都是数字化的 未来 它也是数字经济 所以叫数字经济家 对吧 那这是一个容量票 然后你再去看 就比较简单嘛 对吧 人民网就是容量票 看到吗 那我们就是容量票 对吧 当天也就也有十八点 记忆 所以这些都是容量票 容量票 那么 呃 当你掌握了这个像中国软件也是属于容量票 对吧 你就去看一下 哪些是大概属于容量票的 啊 那么 像这种97软件 像是容量票 呃 既然它是容量票 对吧 相比较而已 不是说绝对的 因为它今天的成交也有十五个亿嘛 那么像这种容量票 你接下来 能搞什么DC的 对吧 买一个分期的也行 也行 不是说不行 啊 那么有些就是弹性票 对吧 小票就是大部分都是弹性票 那么 弹性票可能一天的涨停板成交 就是一天的交易量 对吧 涨停的交易量 有可能就是四五个亿 三四个亿 对吧 那这就是弹性票 好吧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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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